男人只是用水壶喷了几下水 原本晴朗的天空立即下起雨来 于是男人继续往模型上喷水 窗外的小雨变成了暴雨 街上的行人被淋成了落汤机 就在一小时前 由于男人的妻子因病离世 他在阁楼收拾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模型 模型做得很逼真 犹如小镇的缩小板 男人发现模型旁有个发条 于是他将发条上紧 模型竟开始运作起来 房屋里的灯光开始亮起 就在他观察模型时 男人发现建筑中有个人偶 跟自己所在的建筑一模一样 男人便拿喷壶往模型上喷水 没想到下起了磅礴大雨 可这场诡异的大雨只集中在教堂处 镇上的居民议论纷纷 这让男人确定就是自己所为 模型竟拥有如此模例 而男人跟老板娘闲聊时 听见老板娘说想要粉刷店铺外墙 男人便记下心来 回到家他就找到一瓶纸价油 第二天一大早 老板娘准备开门时 他发现自己的店铺焕然一新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 但是老板娘对此很满意 男人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就在他回家时 男人看见一个老人摔倒在地 男人随手扔下一块小石头 夜空中突然就出现一颗流星 而这颗流星准确命中了镇长的跑车 原来男人拥有一座小镇模型 能控制小镇的现实变化 这天他看见一个老人摔倒 原来路上的坑洞好多年没修理了 经常有人被坑洞绊倒 居民给镇长信箱写信 可是信箱都塞满了也没人处理 于是男人把信箱拿回了家里 开始处理居民们的困难 他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地上的坑洞 男人用橡皮泥填平空洞 路上的坑洞立即恢复 他用镊子收拾镇上的各种垃圾 杂乱的树木草丛也被连根拔起 流浪狗被吓得汪汪大叫 只见男人拿起吃剩的骨头放在模型上 一根巨大的骨头就出现了 很快男人就处理好了所有的意见 第二天他看见小镇焕然一新 男人忍不住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到了晚上 小镇出现了很多游客 就连餐馆都开始排起长队 可这一切都被归功于镇长 居民们都以为是镇长的功劳 他们甚至开了一个庆功会 赞扬镇长的所作所为 而镇长也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其实镇上是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男人为了教训镇长 他拿起一颗小石头 对准了镇长刚买的跑车 第二天镇长看见跑车被毁气的哇哇大叫 甚至还迁怒于一个小孩 居民们顿时对镇长大失所望 而男人决定再次教训镇长 男人把一只蜘蛛放在模型上 下一秒一只巨型蜘蛛就出现了 镇长被吓得摔倒在地上 他拼命地往后退 眼看蜘蛛就要将镇长吃掉 蜘蛛却突然腾空而起消失不见 原来男人又把蜘蛛收进了瓶子里 镇长惊恐地看着天空 第二天他问镇上居民有没有看见什么 可大家什么都没看见 这天广告牌灯泡坏了 男人便重新制作了一个更大的广告牌 没想到到了深夜 小镇的电力系统承受不住电力 整个小镇的电路损坏陷入了停电之中 居民们聚集在一起 让镇长赶紧解决这一切 可镇长说恢复电力要好几个星期 居民说镇长改造小镇只用了几天 为什么修理要花这么久 愤怒的居民就要冲上前殴打镇长 镇长赶紧逃了出去 可还是被居民为主 男人只好站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但是居民们并不相信 于是他找到一盒火柴 在模型上点燃一堆火柴 而小镇上立即出现篝火 男人将金戒子脱下放在模型边上 他拔掉了巨型广告牌 准备对小镇进行修理 可就在这时 镇长突然带人来到这里 当他看见这座神奇的模型 当即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镇长决定独占这个小镇模型 他让手下收走这个模型 男人赶紧上前阻止 两人争执中把模型撞倒 整个小镇开始地动山摇 模型被撞坏了 当震动停止时 小镇已经损坏严重 镇长也被居民们赶跑 可模型已经损坏 重建小镇需要大量的资金 就在这时 男人发现一个巨大的金戒子 原来是他的戒子掉进了模型 小镇重建的资金有了 如果你获得这个模型 你会做什么呢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